现在是三子之辅的郑嘉穎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93年那时他曾经勇闯乐坛呢 放下了歌手身份多年的嘉穎 早前就参加了内地一个众艺节目 大展歌后 谁知最后因为失声 在第一回合就被淘汰 嘉穎日出席活动时 讲回这次的经历 他都说令他深深体会到 唱歌真的不可以临急抱佛脚 我觉得有点遗憾 因为其实怪自己的声音 因为平时你知做了演员之后 就懒练过了 没有很认真地去练过 去到来就知道要参加这个比赛 就临急抱佛脚了 每天练 每天练五六个小时 练到声音都正是说不了 上到去怎么办呢 又想退出了 我说话说不了 唱都唱不了 去医院打雷固醇 又去看中医各样 做齐看了五六次医生 都没什么办法 就觉得真的不可以临急抱佛脚 你练过一件事是要平时做的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这句说话是很真的的 所以现在这是一个教训 教训我平时就开始认真练歌了 即是可以唱歌当歌手吗 不是 我没有这么说过 我只是说认真练歌而已 认真练歌是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需要 就是出来唱个卡拉OK都要 帮忙嘛 是不是这么说 所以现在认真练歌 就是在我懒惰了二十年 我现在要追回他 虽然嘉穎因为失色 而未能继续比赛 但他也很开心 藉着这次的机会 可以和相识二十多年的 林志穎重聚 清真的回忆回来 我和Jimmy都认识了二十四年 我们是九九年 就是我正式的入行 不是入行 是拍剧 正式的拍剧 第一套辨试剧 叫什么《珠代双嬌》 我差点忘记了 不要怪我 二十四年 《珠代双嬌》 其实是和他认识的 最近回见 也讨论了很多 都回忆回来 二十多年过去 嘉穎和Jimmy都做了 三个小朋友的爸爸 很享受做家庭男的嘉穎 还说和小朋友一起玩 令他心境都充满童真 至于有没有打算和小朋友 一起扶子档 参与亲子节目或拍广告 他就说自己有个原则 就是这么想的 我一直都不想用小朋友去赚钱 如果我的节目不是为了赚钱 或者都会考虑 如果我的影片是给大家回忆的 我会想的 但是如果我是广告 我就会不是这么想的 就是我不想用他们的样子去赚钱 就是这个是我很环顾的立场 你什么时候没有 不到我说事的了 到时候 第一 先看看他有没有这样的条件 没有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我大小是有表演欲的 二小就没发觉到 小小就太小了 但是大小是有表演欲的 那看看吧 我们观察着以后的发展 担任这个活动主持的蔡佳欣 接下来12月3日就会结婚了 距离大日子还有两个多月 相信佳欣应该都筹备得七七八八了 佳欣结婚好姐妹何依庭 当然在姐妹名单当中 不过早前就有网民 指一向拜金的佳欣 戴坏了Regina 被网民感话 佳欣亦不甘示弱 即时反击 说到这场小风波 佳欣也有开康回应 我都被人说了很多年 所以我一向都认的 但是我没有这么认真认的 但你真的很… 其实我觉得 是不是很鼓励女性 其实要… 要独立 要独立和自己喜欢的东西 其实现在很多香港女性 都是很独立的 有独立的工作 有自己的赚钱能力 但是她们当有能力 去享受一些好一点的生活的时候 看你怎样看 拜金可以贸易 可以贬易 但我觉得 其实对于很多香港独立的女性来说 not bad 其实香港本身是一个物质的地方 是啊 挺好事 是啊